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 我们也尝试进行多元文化的理解 实验教育三法从103年开始 实施后参与的人数逐年上升 当中也有不少原住民重点学校 转型为实验学校 其中屏东长荣百合国校 为在莫拉科丰灾后 安置三个排湾族和卢凯族部落的 离那里永久无基地 为了将原住民的山林智慧 和生命观点延续下去 学习的场域跨过校园的樊梨 透过其老的视角走入山林 带领学生席的文化涵养 发展出许多的文化课程 那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引导孩子 在有这样子的学习的成效之后 能够学得更广 不是只有停留在自己的文化面 包括文化里面有的议题 它跟现在当世界潮流的议题 其实是相同的 可是我们会发现一点 严敏传统智慧 其实它是符合现在世界潮流的智慧 过去发展原住民族实验教育的 有布农族 卢凯族 排湾族 泰雅族 以及北南族跟达悟族 而国教授长也进一步表示 期待原住民族实验教育 未来在区域 族群 以及教育阶段都能够均衡发展 所以我们在族群上面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后续的阿美等等在花莲也会做 在北部的区域均衡 我们现在在扶植新竹县 它用整个区域的形态 在整个坚实的前山一起策略联盟 来发展实验教育 在整个教育阶段的均衡 除了现在台东的南宇高中以外 我们也协调了宜兰县跟平东县 17号教育部以实验教育多元展能为主周 邀请了五所实验学校 分享教育理念以及学习成果 期待借着实验教育的发展 启发学生潜能 达到开创教育新未来的目标 促进整体教育多元发展 并回应社会多元需求 原市新闻人士比亚台北市采访报道